像我老师 你看我 真是太感谢你了 太感谢了 不用那么客气 真是 咱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毛毛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好 你们慢走 跟叔再见 跟叔 谢谢 拜拜 来 送你们 小心啊 好 小心 谢谢 来 慢点 往往左转 慢点 往往左转 再见 慢点 妈呀 我有工作 我 我 我还有工作呢 我有工作 这个节目太温暖了 真没想到 好好说话 还有这种打开方式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最开始的初衷啊 如果毛毛从此 获得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她的人生也改变了 毛毛家里边的问题 不是一期节目就可以改变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为了毛毛好 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商量的 你说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为了孩子勉强不吵架 也不离婚 他们的生活 是不是会过得很痛苦 我觉得那要看 你怎么定义快乐 怎么定义痛苦 我相信只要毛毛是快乐的 那他们夫妻俩 也就是快乐 对了 你不说忙吗 我们今天突然有时间过来 我妈完了就来看看你啊 我妈完了就来看看你啊 那既然有时间 晚上一块吃饭 又吃饭 那不补偿一下昨天吗 这样吧 地方呢我来选 我们找一个 都不用回去换衣服的地方 好